大家好,相信各位玩家一定很好奇 那西蒙的話 都是說有兩張是最理想的嘛 那如果有一張的話,那該怎麼辦呢? 那如果這邊只有一張的話 那玩家們就可能要選擇 你是要玩進化長大之後的西蒙 還是小時候的西蒙 但是在最低限度 如果你小時候你想要玩長大後 你可以直接去進化 那如果你長大後的西蒙突然想要玩小時候的話 在公會的洞窟有一個退化的關卡 你可以再把長大後的西蒙去退化 那當然這種方式會比較辛苦 除此之外 你的那些進化的素材也不會返還 這是比較小可惜的地方 但這應該算是最低限度 只有一張西蒙的玩法了 同時也有玩家問我說 如果我小時候的西蒙 我可不可以利用戰友來去合體 那這個問題呢? 合體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影響最大的就是隊伍技能了 那這邊也順便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到底這樣是可不可行的 首先五個人合體的天原突破 他就是綁定你正部隊長 都是要長大後的西蒙嘛 所以這邊應該沒什麼好討論的 那這張的話需要四張合體 如果我依靠副隊長來去合體的話 那這次天原突破很多隊伍技 都是依靠隊長 這時候你的隊長 就算是小西蒙或者是卡米娜的話 那如果是小西蒙 你的螺旋力就是最低階段 那個只能炸三成三 而且掉落是水雞 那如果你是大哥卡米娜的話 那你就是螺旋之力 就是有點類似龍克的那個能力發動 那超銀河那個很大5x5版面的炸板 就是要超銀河 他當隊長才有辦法發動 那如果他當戰友的話就沒有 看你隊長是誰有哪個隊伍技這樣子 然後超銀河還有另外的隊伍技能 是15秒的轉珠 以及追打50%攻擊火木光屬性各兩次 其實那個追打是很痛的征服 比跟這個15秒轉珠其實還是有差 這個隊伍技能必須要超銀河當隊長 才有辦法發動 如果你是副隊長超銀河的話 那他這兩個效果也會消失 簡單來說副隊長還是可以合體的 你合體這邊沒有問題 但是隊伍技這邊會有產生很大的問題 你玩起來的話 等實際推出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那再來是方舟的部分 那他的螺旋力是3x3 但是是掉落火木星 而不是火木水 你現在玩的是火木水嗎 但是螺旋力都是看隊長嗎 你的隊長不是方舟 你現在的隊長如果是小星魔的話 他的螺旋力就不是這個 他是那種最低階的 剛剛講的那個炸板 而你的隊長如果是大哥卡米娜的話 那他就不會有螺旋力 他是那個螺旋之力的龍克那個能力 然後再來方舟有他的特色 但是他的特色 他是可以當作戰友使用的 然後再來這邊讓我意外的是 剛剛超銀河當作戰友 是沒辦法發動他其他的隊伍技能嗎 但是方舟當作戰友的話 他也是可以發動這一個 就是下一回合轉化為兩個直牌的火牆化機械符石 以及每一回合都會再追打一次 這個是當作戰友也可以發動的 但是因為合體之後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正色啦 他的火牆化會變在第五排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正色 阿一切以實際推出為主 但還是很不推薦啦 因為正常來說 你有大星魔應該多數玩家都有螺旨嘛 可是如果你是戰友的話 你螺旨的那個倍率就吃不到 其實少至三倍差蠻多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 隊伍技能那個螺旋力也差很多 你少了三個必定相贏的火木星 那傷害的影響太多了 第一個康姆的部分 第二個竹鼠豬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小西魔的那個炸板 感覺好像也幫不太到什麼忙就是了 等於說回到今天的重點 如果我今天真的只有一隻西魔 我是否可以不進化用小西魔 然後再依靠戰友來去做合體的話 這邊其實是 不是很推薦啦這樣子 那至於進化之後 會抹殺了進化之前的玩法的這個議題 這個就不是我能夠決定的 阿當然你有任何的想法 你也都可以在留言處討論 這樣子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好 啊 好 有